气候变化导致我国天气越来越热 政府推出高温天气防暑指示 是的 那么防暑指示分为三个级别 公众可以根据指示的建议调整户外活动 做好防暑措施 记者图建强报道 这个感应器通过记录温度 湿度 风速和太阳辐射 计算出暑热压力指数 高温天气防暑指示分三个级别 绿色代表低风险级别 公众可如常进行户外活动 正常补充水分和如常穿着 中等风险的黄色级别 公众应该减少户外活动 多喝水 在户外时 使用雨伞或帽子遮阳 当只是呈红色 也就是高风险级别时 公众应该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如果必须外出 就应该找阴凉地方避暑 同时保持身体凉快 穿薄凉和浅色系衣服 我们还在将温度预计在未来 这个温度预计 也会显示出几乎温度的 但是我们的温度温度 根据温度的温度 除了温度的温度 生病了 这个可能你就要更加的小心了 团队里面去做这个运动或者训练当中呢 我们就知道是否能够有这些安全措施 我们的成员能够增加他的这个饮水的这些次数 来避免有重疏的这些症状 公众可通过MyEnv应用或者是气象署网站 查询不同地点的高温天气防暑指示